第552章 美公子进八强 美公子是知道他有多重血脉的 在之前的比赛中 唐三也是已经表面上就施展出了两种血脉 而这次比赛 除了他之外 还没有其他选手施展过第二血脉 唐三这多重血脉被注意到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此时 美公子施展出白虎大妖黄的敌传血脉 再加上孔雀妖族的血脉 两大顶级血脉急于一身 被关注的自然就是他了 从而让唐三被关注的压力大幅度减少 被抱住的明月花精族选手 因为自身的错判 已经失去了机会 那恐怖的杀意将他完全封锁 白虎七杀的七段力量和杀意爆发 让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身体在美公子这一下拥抱之中直接塌陷 所有尖刺纷纷破碎 杀意入体 失去战斗力 被美公子再次转变回孔雀便以空间束缚封锁 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如此近距离的被白虎七杀贴脸输出 直接就要被撕成碎片了 比赛结束 美公子胜 顺利进入八强 全场观众已经是一片哗然 白虎 孔雀 双重血脉 什么时候白虎大妖皇和孔雀妖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了 就算是祖庭的高层们 众位大妖皇和天津皇也都不禁为之侧目 下意识地将关注力集中到了白虎大妖皇所在的包厢方向 今天白虎大妖皇是前来观战了的 这位通天彻地的大妖皇是在的 同时具备两大顶级血脉 而且都能发挥出顶级的实力 美公子的关注度瞬间飙升 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 角落中的包厢内 惊凤大妖皇坐在自己的包厢中 神色复杂 眼中更是杀意若隐若现 他知道为什么美公子身上会具备白虎大妖皇血脉传承的 因为那曾经的他 他的爱人 就是流淌着白虎大妖皇血脉的人类后代啊 这个叫小美的姑娘 是他和孔雀大妖皇的后代 罕见的同时具备了两种血脉 手持天机灵 似乎还获得了来自于孔雀妖族的传承认可 以他今天所展现出的实力 对空间的掌控 并且能够使用白虎大妖皇的白虎天钢甲与白虎七杀 前途不可限量 绝对是有大妖皇资质的 难怪 难怪那个家伙会将他选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未来 如果真的让他继承并且成长起来 恐怕自己就再没有机会拿下家里城了 不能再等了 组停精英赛结束之后 必须要立刻把家里城拿下来 至于这个女孩 唯有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不让他真正的成长起来才行 哪怕因此得罪了白虎大妖皇 也在所不惜 二本场比赛结束 唐三 美公子 大猫 全都进入了组停精英赛个人赛的八强 八个位置他们就占据了三个 而且下一轮比赛他们还不会遭遇 这无疑已经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当美公子走下比赛台的时候 唐三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看着走向自己的美公子 唐三轻叹一声 道 你没必要这样做的 这样会让你的压力更大 美公子微微一笑 却是不以为意地道 如果我要走得更远 那我早晚也要展现出来 没事的 这样能够赢得更快一些 要是今天受伤了 明天我们的双人赛怎么办 我现在倒是担心你 后天你就要面对孟特特了 你有把握吗 唐三苦笑道 尽力而为吧 不好对付 孟特特确实是不好对付 那位黑暗之子 确实是这次组停精英赛 将要面对的最强对手 两人一起回到休息区 大猫已经在看完美公子的比赛之后离开了 回去休整 恢复伤势 美公子具备白虎便 着实也是让他大吃一惊 本来当他的血脉开始黄金化的时候 他还觉得自己就算不如唐三 应该也比美公子强了吧 看到美公子的白虎便 他就掩面而逃了 孔雀妖族最大的缺陷 就是身体相对孱弱 但加上一个攻防一体 通天彻地的白虎大妖黄血脉 缺点就完全被弥补了 两大血脉之力急于一身的美公子 他哪有半点信心去抗衡 你是不是没办法同时施展两种血脉 必须要切换才行 唐三向美公子问道 美公子轻轻地点了点头 道 这也是我对你的能力好奇的地方 为什么你就能同时施展几种能力 而不会相互血脉冲突的吗 唐三道 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 我的核心能力不是血脉之力 每一种血脉的能力对我来说 都是同一核心的不同表现形式 美公子秀眉微醋 道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如果能够同时使用两种血脉的能力 我的实力必定会增强不少 唐三想了想 道 你先别急 你只有两种血脉之力 按道理来说 并不是不能掌控 我想想办法 但也要循序渐进 不可能一蹴而就 好 没有在休息区继续停留 唐三和美公子 大猫各自返回住处休整 今日一战 明显和之前的比赛不同 进入决赛阶段以后 对手要更难对付得多 尤其是受到了各自背后种族的支持 装备也要好得多了 完全可以想象 进入八强之后 他们对手更是会武装到牙齿吧 唐三今天是仔细观察了自己下一场对手的 孟特特的实力是这次他所遇到的所有对手之中 第一个让他感觉到 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是自己无法战胜的 这个孟特特实际上已经是半步踏入了神级层次的 准确地说 他很可能是在故意压制修为 不然早就已经进入神级了 他对于暗元素的理解 是唐三在这个世界上所见过的所有种族之中 对元素理解最深刻的 美公子对于空间元素的理解与日俱增 进步速度很快 但和现在的孟特特对暗元素的理解方面也还有区别 孟特特就像是一个大个头的暗元素似的 他已经不是在引动元素让自己变成元素之体 而是他本身就已经如同元素之体似的 这样的对手 着实是难以对付 唐三要仔细思考一下 下一场当自己面对他的时候 该如何与这强劲的对手对抗 而且 他们的对抗还不只是在个人赛上 有孟特特在 他的双人赛估计也会高歌猛进 无论是什么时候抽中 那自己和美公子都必然会面对他 对于个人赛 唐三目前的成绩他已经满意了 本来他也没想过要在个人赛上夺冠什么的 那也太过招摇 在实力还不足够之前 他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众位大妖皇 天晶皇过于关注的存在 但对于双人赛 为了美公子 他却是有很强的执念要夺冠的 这是他和美公子的第一次配合 更是前世三五组合配合的复刻版 他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获得这个冠军 所以 无论怎么说 孟特特都是他必须要击败的对象 这位将是他和美公子最大的绊脚石 甚至也是大猫的 如果唐三下一场个人赛输给孟特特的话 接下来孟特特的对手就是有可能获胜进入四强的大猫 作者 唐家三少 宝祝大家新年快乐 事事如意 为什么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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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